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剪刀 好了 完成 现在这个点正是高峰期 思琪 我点来不及了 这有什么好担心的 咱有快递啊 喂 任逊啊 我见你五分钟之内 马上赶到消失光年 东华落实五分钟快 没问题 你们看 在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之内 竟然修改了三套衣服 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小店的这个手工工艺 绝对是传统的手工工艺 不管是东奈尔那家还是都办那家 我们都能做到比原版还原版 比奢侈品还奢侈品 等我一下 马上出来 稍等 小偷 你以为你穿的人模狗样 我就不认识你了 不好意思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 不要装傻冲冷 把钱包还给我 喂 丁总 衣服的来源我找到了 是个网红 网红 对 它大部分的衣服都是在一个叫 消失光年的制衣铺里定制的 我推测他们的那个店铺 就是通过网络直播来销售山寨版的服装 店主叫什么 他叫严夏 然后那个网红聂斯奇 他只不过三款修改过的衣服 好像也是跟贵公司有关的 我把截图一块发给你 看什么 你应该认识聂斯奇吧 严夏小姐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你跟踪我 你为什么认识聂斯奇 你调查我 真不好意思 他穿着我们公司设计的新款 出现在了酒吧里 正好被我撞见了 你看啊 这款时装啊 如果略做修改 肯定会大卖的 这是从哪里来的 这你别管 你只要按我说的做 如果经过我的推销 一定会有销路的 嗯 这些衣服是你设计的吗 我们制衣铺做的怎么了 这是我们DI这一季的新款 发布会今天才刚开始 你就有了设计图 看来你是剽窃惯了吧 设计图哪来的 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 来掩饰你小偷的身份 我没有偷你的钱包 但你剽窃我们公司的设计 已经是事实 还我钱包 想要我还你钱包是吧 跟我走 非礼 非礼 你俩干嘛呢 他剽窃迪爱的设计 算了吧你 他说我是小偷 还当中非礼我 他 不可能 他不可能 你看他这个样子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专门占我这种弱女子的便宜 还跟我演上了是吧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装得楚楚可怜 就能掩饰你剽窃的行为 停吧 你们两个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听我说 你是小偷 你是剽窃者 这都不重要 能不能等发布会之后 再控诉对方 放心 我去过他的店铺 知道他店铺在哪儿 他是我朋友 是DI集团的人 你要真想控诉的话 我帮你 好 好了 你现在可以走了 两万块我会放到你店上 这么快啊 两万块钱到手了 看你这脸色 怎么还这么难看啊 聂思琪 给我解释清楚 你让我做的那些成衣 原设计到底是哪儿来的 哦 那个 把话说清楚 是粉丝发给我的 我觉得款式不错嘛 所以 所以你倒用DI家公司的设计 让我做成成衣 再放到你的网店去卖 对吗 什么叫倒用啊 现在不全都那么做嘛 你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有几个人能知道 那些客户也只是那些街坊邻居 你手艺那么好 我也不过是借鉴别人的款式 发挥你的长处啊 别人的款式啊 聂思琪 盗窃是违法的懂吗 哎呀 你的脑子 不要那么转不过来嘛 咱们这啊不是剽窃 这是借鉴 借鉴 人家公司现在开始追究了 说我剽窃说我抄袭 聂思琪 你现在马上把你网店的衣服 全部下架 然后手机里的照片 马上删除 手机给我 给我 那是什么 为什么我的设计上 会多了那些雷坠 我的主打设计 却这么被毁了 木陵山的欧美设计 加了中式元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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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